當風味人茶有人叫做碰風茶 也叫做圓仔茶 就是要經過這個修律優先 圓仔加過後 產生化學變化 這做出來的茶米 照那種感冒的水果香味 今年新得北部的碰風茶 採收基水氣比較高 圓仔素量減少 這茶米產量也平英國就比較少 不過農民是說 加在這品質影響不大 地圓裡面農民回到天氣拚時間 要在最好的時候採收地下 如果要做出冬風味人茶 就要先讓圓仔加過 不過今年是氣候影響 水分比較高 圓仔素量比翁年少 把影響冬風味人茶的修正 雖然冬風味人茶的三檔比過去 減一聲左右 不過農農家債品質沒受影響 如果農不正遇到最困難的地方 主要就是找不到人來逗三天 目前遇到的問題就是 採查工人確實是不足 那所以往往會看到我們的價格相當的 相當的高 也就是因為目前的工人 採查工人 真的是非常不好 不好清 新的北部是冬風味人茶主要的三地 北部鄉農會20號的牡蠣 肉汁版比賽 沒有教大家如何見好茶 外觀我們看它的 均勻不均勻度 第一個要比較均勻 還有最主要還是要泡出來喝 它的口感符合你的蜜香或果香 這個挑選的範圍 雖然說今年上來比賽的蜜蜜 比起過去有留留的減少 不過農會基準 這幾年蜜蜜的外包中 以及品質都有提升 希望聖年人來喝茶 希望臺灣的好茶可以走進不一樣的世代 記者的中文學 新調報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